好,來,我們繼續 第94條 來,第94條 那麼,第94條 公共工程委員會是建議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那麼,94條 世代力量有沒有 有,有一個修正動議 那麼,針對第94條 是在第34頁 大家換到第34頁 34頁 那麼,世代力量的修正動議案 大家有沒有收到 都有嘛 好,你們可以比照著看 那麼,第94條 基本上,在 審查會通過的條文 第94條 是,機關辦理評選 應成立五人以上 至評選委員會 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其名單由主管機關 會同 教育部 考選部 及其他相關機關建議之 評選委員會 組織 準則 及審議規則 由主管機關定之 這是審查會通過的條文 那麼,世代力量黨團的在修正動議 前項所稱之專家學者不得為機關之人員 或為對機關具有指揮監督關係人 機關之人員 好,來,針對這一個修正動議 那個 吳主任你這邊要不要先說明一下 好 來 第一個 基本上這一個建議的方向 我們可以認同 但 我們是不是可以說 在這一個 將來在我們審議規則的時候 我們再來訂定 比較詳細的規定 來做遵循 那個世代力量的這個建議案 你們覺得怎麼樣 就是將來讓我們 這個方向我們尊重 也認同 那希望放在將來 我們定審議規則的時候再來定 好,審議規則的時候再來定 好,來 那個委 我想 時代力量提的這個修正動議 在方向跟內容上 其實我質詢多次 我也提點出來 那我基本上是 在這裡是責成我們工程會 我知道不以把機關人員 或者是各類評選委員的樣態 在入法來處理 其實我理解 包括你們現在 會針對評選委員組織準則 跟審議規則主管機關定制 那包括我們在交通委員會所提出來的 包括我針對本席 針對評選委員的專家學者的認定 退休的人員 算不算機關人員 很多樣類 你們事實上現在是納入這個整個檢討機制在處理 而且就我所知大概是 這個會其實就會提出一個評選委員制度的一個精進的方案 所以我同意就是說我們不入法處理 因為如果要入法的話 那可能本席也提了很多 針對評選委員的樣類 都要希望有更嚴謹的規範 但是如果不入法 因為我是認為這個入法的部分 就不能夠太細啦 但是這些東西必須回到你們現在在進行的組織準則 跟審議評選委員的這些來處理 那我是支持剛剛那個 吳主委的這樣的建議這樣 好 那還有沒有哪一位要表示意見 來請各位 所有評選委員會的委員 在不是只有這個法 所有的法都有這些啦 審查委員等等 本來專家學者都專家學者 當然不包括政府人員嘛 這是 所有的法都是一樣的 不密學也都知道這個事情嘛 什麼是專家學者 當然沒有那個 自己的人要 儘管的人要化身專家學者 這本來分類上就很清楚了 而且 所有的法 都是一樣 所有 我關於這個規範都一樣 這本來無庸置疑的事情啦 當然在這裡要這樣寫的話 我是覺得 當然 無庸委員 都說到什麼退休會 還有其他的齁 但是 我是覺得 就照 主委這樣 也 也就可以了 好 來 許委員 都是寫在說明欄也可以啦 許委員來 不用 來 王委員 謝謝 94條第二項之針定 其最主要之立法意志 在於貫徹第一項 專家學者的外部性 以及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的規範意志 大家似乎妄言 妄聞深意的認為說 專家學者本來就是外部的啊 就有什麼好說的 如果是採取這樣子看法的話 顯然是忽略了目前實踐上面 實際的狀況 目前實踐上面 實際的狀況 就是有太多的情況啊 存在 去找其他機關的人 衝作所謂的外部委員 你只要是有評選的 大家有興趣 政府採購網 那些委員的名單 點出來看 一看就知道啦 我具體的講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就好了 例子太多了啦 多到不升美局啊 我每次都覺得很奇怪 有一些招標案 怎麼半來半去 永遠都是那一些 大家會覺得狐疑的對象 結果我當然就是要看評選名單啊 那看了評選名單以後看到 結果吧 他上級機關的那些官員 也是專家學者啊 這個不是啟人憂天啊 這是現在我國實務上面 目前具體的實踐 目前具體的實踐就是這個樣子啊 我在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公共工程委員會也承認 有這樣子的狀態啊 而且這樣狀態還蠻多的耶 我光以台電的招標案來講 台電的招標案裡面有多少 是經濟部的官員 衝作所謂的專家學者 那如果說公共工工程委員會 認為方向上內容上 他們都贊成的話 那就把它訂下去啊 我如果沒有訂下去的話 那等於是我在這邊 用你後面的那一項 你開了一張空白的授權支票給你們 讓你們去界定 那如果立法機關發現 我們的行政權在進行所謂的評選 在進行所謂專家學者外部性三分之一確保 在目前具體的實踐上 是這麼糟糕的話 當然有必要 要在法律當中明定啊 好來 請吳委員 這一條第二項部分我要再重申 其實方向上我是認為 黃國昌委員所提的 確實會在現在很多的採購評選裡頭 發生一些機關人員的認定 但是它的樣態是非常多啦 譬如說除了很多都是以退休人員來充當 那同一個機關退休的人員 那這是不是得當 或者是以其他同一個 譬如說市政府的標案 公務局的案 然後他請產發局的人 文化局的人來 但是他也把他列為是專家學者 這個確實也發生 或者是有上級的是公務人員 但是他把他以專家學者的去處理 但是我認為是不是要入法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真的這樣子的一個要入法 那有很多的樣態 像本期也有很多 那我覺得是不是都要用一個條項把它處理 那我在這裡要做一個說明 目前我們努力在跟工程會做這個評選制度的精進的部分 我也分享給黃國昌委員 也就是說整個評選制度最重要的是兩端 一個是前端的專家學者的資料庫要重整 這個工程會已經同意在做了 也就是把這裡面很多本來就很久不來參與評選的 他擺在那裡沒有被選用 或者是他過去有一些配合度不高的 或者是像您剛剛所說的很多這種樣類 他應當排除在這個pool以外的 其實現在已經責成工程會在做renew的這個作業 第二個也就是每一個工程 每一個採購案 不限工程喔 抱歉 每一個採購案在評選的時候它的組成 因為是五人以上 或五到十七人 他每一個組成都會去界定專家學者幾位三分之一 然後哪些怎麼界定 然後譬如景觀類的要幾個 建築類的要幾個 設計類要幾個 這個評選制度的人員的比例跟組成 這個部分也是要檢討 所以現在就我所知是工程會在針對 評選委員的專家資料庫 這個評選的比例的組成 在做整個精進 這就是我們在原條文的第二項說的 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及審議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那這個定之 以前定的這個東西要在檢討 所以我是建議說 因為入法方向我們都支持 但是入法的話可能有很多限制的 都要一起放進來 所以我是建議說 避免自私一分 我們讓他我們可以在說明欄要求 或者是我們在這個條文通過的時候 弄個附帶決議要求他幾月以前 拿出這樣子的一個改進的評選制度 我覺得這樣真的是比較周延 那我覺得方向上我們都支持 黃國山委員的意見 我在現場操作我也看到這樣的問題 只是要不要針對這個部分 這真的只是部分的樣態的部分 單獨拿出來入法方一項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謝謝 好來等一下 徐委員再話 這個條文我沒有提 但是我大概聽了一下 郭湯兄跟那個市藥委員的這個想法 我覺得郭湯兄大概想避免的應該就是利益迴避的這個問題 那事實上我們在過去看許多政府採購的部分 無論是這個審議委員他的評比 還有跟這個利害關係的這個迴避的部分 我覺得是必須要去處理 用什麼方式處理 我覺得如果我們今天要修採購法的話 他必須要被定定 因為我覺得這個利益迴避還有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目前大家對於採購法 是一大問題的一個主因 那郭湯兄這個做法 我當然覺得是一個非常明確的一個規範 那講得很清楚 那如果這樣定下去的話 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他是很明白的 就是說怎麼樣的人不行參加 那我是認為說要排除利益關係者 那這個要怎麼定 我覺得我們可以在現在這一條裡面好好來討論 好 謝謝 來 黃偉 剛剛有委員指教所謂兩階段式的 一個是所謂的專家學者的人才鋪爾 然後另外一個是組織的準則 這兩道防堵的機制 完全不需要修法 現行法就有 早就可以做 早就應該做 那問題是為什麼到現在還繼續存在呢 那過去這幾年 公共工程委員會是在做什麼 我針對的也不是只有現任的公共工程委員會 真的要追究起來的話 從馬政府開始的公共工程委員會 全部都有這個問題啊 如果這個機制 法律的授權都存在 但是問題還持續的 發生 一直到現在 那 立法者當初也做這樣子的立法 剛剛所提到的兩階段 在現行法通通都可以做啊 那大家的問題是 可以做為什麼不做 因為立法者給我這樣子的空間啊 給我這樣子的空間 我行政機關 我要怎麼做 法律修完了以後 只要沒有違法 我就可以這樣去做啊 那導致的狀況就是 實際上面在操作的 所謂外部專家學者的外部性 三分之一的條款 徹底被架空啊 這個是實務上面運作的狀況啊 如果有委員有高見 認為說啊我們只增加這個第二項 那個機關人員上級機關範圍還不夠廣闊 然後要把那個紅線定得更清楚 在法律裡面把它明確的規範下去 我們也歡迎啊 大家集思廣益嘛 因為你如果說 這一次的修正 跟上一次的一樣 機制也一樣 你沒有辦法回答一個問題啊 上一次修法的時候 所謂兩階段機制都在這裡面啊 那可以做為什麼不做 因為立法者提供了這樣的空間啊 那因為提供了這樣子的空間 導致現在實務上面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那當然要糾正啊 那糾正的方式最直接 就是在法律條文裡面把它定清楚 好來四位 那個評審委員的部份齁 在機關裡面有內部的 那也有外部的委員 那當然這個機關如果要達到某個目的 它可能會在內部的委員跨二文之一 那部分因為這裡這個限制是 學者專家是三分之一 好 那也沒有錯 黃國康委員提到的部分 確實目前也是在發生 就是說 這些專家學學者 確實會有部分是來自於機關的部分 這事物上是發生的 那但在工程會裡面 應該要確實的去克服 因為如果你只是把15人跟17人的部分用5人以上 那這個條文還是沒有辦法去嚇阻這些 評審委員會裡面它所產生的弊端 那但是在工程會裡面 它確實有一個人力庫 學者專家人力庫 所以未來你在組織準則及審議規則的部分 你應該確實的要去落實 專家學者在人力庫的定義 也就是說這些機關人員 它不屬於專家學者 它不能夠淚入你的人力庫 而這個人力庫 就是由在採購機關裡面 它去聖顯這些人力庫的部分 因為它可以從裡面去調嘛 那這樣子的話 你這多年的弊端就不會常常被詬病說 這些評審委員的部分 除了機關有目的的跨二分之以外 再下來它就是選擇它有好的 機關有好的機關的同仁 或者是其他的人去做這件事情 好 還有沒有其他委員 好來 五位 我想再補充說明一下 這個內涵上 真的沒有人會反對 只是要不要入法在這裡處理 那剛剛黃委員有說 如果我們不放就是 立法者提供的空間 讓行政部門去上下其手 或者是什麼 其實我不這樣看 因為如果說任何一個 在行政部門執行業務 出現一些問題或弊端 那都要回溯到立法者的責任 跟立法者給予的空間 我覺得那對於所有的立法委員 實在是壓力太大 因為法律就是一個原則性的規範 不可能去細緻到 去把每一個面向都做防讀 但是這是執行機關的事 那我是這樣建議 方向我真的沒有反對 但是是要入法來處理嗎 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要看工程會自己認為 那如果是要入法 那這個部分要不要先保留 有沒有其他的樣態 要在這裡一起來處理 比如說前項所稱學者專家 不得為機關之人員 或為對機關具有指揮監督關係之 機關之人員 其實很多不是指揮 這個叫什麼 指揮監督的關係 很多是斜橫向的 的關係的人 像我剛講的 台北市政府公務局的案 那他有請文化局的人 跟這個這個這個都發局的人 來來來擔任評審委員 那這個就不是上對下的這個指揮關係 還是說 只用剛剛您的第一項 不得為機關之人員 來涵蓋所有這種狀況 好我覺得這一項的 寫法跟內容 我還是回到第一個 需要用入法來處理嗎 那第二個 如果要的話 那這樣顯然這樣子的文字 需要再做一下斟酌 這是我的看法再次說明 好來 柯委員之後再黃委員 我剛剛一開始講的就是說 很多法 的學法都要學 專家學者的問題 那事實上 我 可能我過去對於這個採過的事情 比較少去了解 我很難想像 政府真的這樣做 什麼時候開始 怎麼政府可以這樣再違法呢 你先回答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變成這種狀態 當然這個狀態也不是立法者所提供的空間 我們不要自己 大家自己自己去吐槽 這是政府在違法 那 所有人的觀念都很清楚嘛 因為 過去我們很多法案都 學有專家 學有專家嘛 為什麼 政府可以逃脅 沒辦法聽到 什麼 什麼時候開始 這個坦白 我第一次聽到說 可以這樣搞法 當然 要圍堵 圍堵這個東西 要把它寫清楚 我想沒有人會反對 那你再寫一下就好了 沒有再寫兩人 或是什麼 很想要不要寫吧 寫的專家就是寫的專家 機關代表 所有機關的公務員都不行 那就是 不是專家學者 這樣 在分裂上弄很清楚 分裂上弄清楚就好了 我好像想像 政府會這樣摸 啊 你們都是這樣搞啊 多久了啊 這很想像啦 這不是立法則的摸動啊 是行政部門的托施部啊 因為很多是縣市政府才托施官 來 我大概再說明一下 有沒有入法的必要 我們會提這個修正草案 當然就是有入法之必要 那我為什麼會這樣子說 目前現行法94條 機關辦理評選 應成立5到17人評選委員會 專家學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其名單有主管機關會同 教育部考選部 及其他相關機關建議制 第二項 評選委員會 組織準則 及審議規則 由主管機關定制 就是這個條文的這兩項 授權你們成立人才庫 授權你們去定 組織準則 跟審議規則 現行法操作下來 就是出現了這樣的狀況 那當我們發現 好 之前 法律這樣子定 結果竟然讓行政機關可以操作 還自己聲稱自己是合法 剛剛柯建民委員所講的 我其實蠻認同的 如果從法律精神上面認為是違法的話 那我建議從現在就開始徹查 過去所有的標案 違反這個規則的 該送監察院 全部送監察院 但是我每次質詢的時候 我特定的案子 每一次追追追追個弊案 挑出來 質詢問 都合法 我看了那個名單 我看了臉都綠了 這樣子行政機關操作也合法 他說對啊都合法 在94條下面本來就合法 我正是因為 在實際上面的實踐 遇到這樣子的狀況 我才認為說 這次在修政府採購法的時候 在體力上面必須要有所調整 不能再像以前一樣 你如果再像以前一樣 你動來動去 也只有動那個人的數字 那真正在這個條文裡面 大家碰到的核心關鍵問題 沒有去觸碰的話 政府採購法久久才修一次 我會覺得很可惜 那第二個 我也有指教 那認為我們提出的修正動議 可能範圍還不夠廣 我剛剛有說過 我又歡迎大家集一師廣義 認為在法律的原則裡面 明定清楚 那避免未來有行政機關 這樣上下棋手的空間 那個紅線要怎麼界定 我們樂於其實開放討論 講一下 我剛剛一講很清楚 環保也有環保 環評也有環評 學的專家學的專家 這種像這種法律太多了 各部位都有 是不是只有工程委會這樣做 我就搞不清楚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 這死一何死啊 啊 既然這個東西算 也可以發生的 可以face off的 普爾裡面 學的專家是普爾 從那邊塞進來 都是那 比例就是從那裡來嘛 政府 政府內部代表 就是政府內部代表 那裡塞政府 政府無這些 寫清楚無所謂 那是不是其他機關也這樣搞 那我們相關懷疑很多啊 還是只有工程會這樣 啊什麼時候開始 多久了 怎麼都不回答呢 好來 這樣子啦 第94條 時代力量的修正動議的方向 基本上大家沒有人反對啦 現在的爭議在 要不要在 法律條文 還是授權 公共工程委員會 把這樣的精神 擬定清楚啦 那 能不能 請 公共工程委員會 你來稍微說明一下 如果用 時代力量的 再修正動議的條文 執行上的困難在哪裡 矛盾在哪裡 還是說 用 授權 利用 這個 行政命令的方式來處理 也一樣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你們覺得 如果很坦蕩 縱然立法也沒有問題啊 那 基本上 所有朝野 各黨派都認為 這個方向是對的 那 公共工程委員會 總是要表示一下意見 因為採購的利益 跟環評是不太一樣 跟其他的 是不太一樣啦 所以這個應該 是要更省盛來處理啦 那 公共工程委員會 要不要表示一下意見 好 第一點 如果說 以前的立法 那麼 沒有很明確 那麼 來造成 機關 引用上的一些的 這種各種狀況 我想這個是有可能 但這種 這個 硬要解釋時候 這個機關 上下其手 我故意要回作回為 我不認同這樣的講法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原來的法律的操作 除了我們的 資料庫的人立資料庫之外 還容許 機關 這個資料庫以外 可以自己去尋找他的專家學者 這個時候 或許法律法上面沒有像這樣講清楚 說 你不能找上級機關 或 這相關的指揮系統的委員 這個確實沒有講清楚 他把去剛剛王委員所講的 台電 把經濟部的人 當作是一個 專家學者的一個身份 這個顯然是 不適宜的 這個我認同 那 這樣的一個 這個狀況 今天把它講清楚 我個人覺得 我贊同 第三個 那 為什麼我們說 會在 後面的準則來定定 因為這裡面 你這邊 立法一上去的時候 裡面 會有一些狀況 需要去做排除的 有一些剛剛 就剛剛委員提到的 橫向關係 縱向關係 怎麼樣 譬如 教育部 跟學校 這個關係 是什麼樣 齁 那麼 這個 丁愛會有很多的 狀況出來 這個可以 我們在 定定準則的時候 可以把它 定義清楚 哪一些 立屬關係 哪一些是排除 我想這樣丁愛 比較不會有正義 以上說明 所以 吳主委的意思是說 如果單純 用現在的方式 入法 不足以 杜絕 所有我們 所擔心的問題 那倒不如就 讓你們用準則 把它 定得更加的明確 好 那準則還是要送立法院來審議 要被查 要被查 那被查不審 還是可以變更變審查 那 審查的時候 有不周全 大家再提供意見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 來 請各位 我們要釐清 第一個 這個解剖是立法 才提供空間給你們 不要自己 臉上在丟 立法很清楚 這一般人 都是這樣 這是在頭腳步 啊 你說不是頭腳步 也不是你們惡意 那這個 發生在 台電最嚴重的 還有哪個機關有 這個是一點 沒有 當當華人的舉例 不是我講 現在大家都說得清楚 不要讓他們 撒來撒去 不是 我現在聽就好 你不要聽 我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剛才第一個發言的時候 這個很清楚 因為太多了 這種 我們利用這麼多法 誰的專家 是什麼什麼東西 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 國務人員 那國務人員 變成專家 啊 你只要說這個樣態很多 我們這樣啦 我認為至少這個 第二項這個 前一項專案學者 不得為機關人員 這很清楚啦 所有機關人員 公務人員都不行 至少你把這個東西 寫來收明欄也可以啊 後面你還是 弄清楚 無所謂 這樣很清楚嘛 好 那我是覺得 政府 政府怎麼會搞成這樣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啊 我還是找不到答案啊 好 國政委 如果是為了 讓 更詳細的 縱橫相的 相關聯 的厲害關係人 盡量不要來當任 啊 這個 所謂的 評選的委員 那用準則來處理 你這邊的想法怎麼樣 我並不是說 我不願意相信行政機關 我剛剛在我的發言裡面的時候 我已經跟大家報告了 所謂授權行政機關來定準則 不是這一次要修法動的 而是所謂授權行政機關去定準則 老早 就已經存在 在我們的政府採購法裡 憲刑法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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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機關如果要用定準則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的話 我剛剛也請教了 你們之前為什麼不做 這個問題也不是現在才發生 從上次在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啊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改你的準則啊 那個是憲刑法已經授權 不是我們這一次要修法授權 是憲刑法就已經授權了 憲刑法就已經授權 也知道這個問題存在 然後還是沒有做 那對於我們來講的話 那 今天就這樣子放過去了 那說什麼啊 規則就是那些命令還會再送立法院 大家自己 我們其實大家自己都心知肚明啊 第一個 什麼東西什麼的送來 第二個 所謂被查轉審查 那你三個月沒有動 一樣啊 它行政命令一公佈就公佈了 它行政命令公佈就生效了 那也不是立法院這邊 要被查通過以後才生效 那特別是以前那些行政命令被我們抓下來的 最後根本也沒有機會排審啊 沒有機會排審時間就過去了 我再說一次齁 就是說 大家如果認為我們立了這個第二項 要畫了這個紅線還不夠 要再擴充 我都贊成 那我想大家的意見也都充分表達了 是不是容許我就做一個建議 就這個條文還是先保留 那反正等到正式表決之前 各個黨團大家都還有機會 再把自己認為更周詳的東西把它拿出來 好 那有沒有意見 來 吳委員 其實應該輪不到立委來替行政機關做說明啦 但是其實我也是要替你們說一下 就是看到一些執行上的弊端 工程會現在也在因為我們這一屆已經開始審採購法 每一次的審議的過程 每一次的質詢過程已經督促成 他們現在正在針對組織準則跟審議規則在做研修 這是真的有 因為我本期也都有不斷的監督去了解這個進度啦 所以是有看到病病也正在改 那原本是這一九十四條就是兩項 那第二項裡頭就是授權給主管機關去定這個組織準則跟審議規則 那我是認為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 如果是需要放到入法 那確實可能就要暫時保留 去把這個文字再精確 不要去卡到執行上的困難 好 機關人員的認定是什麼 那第二我其實比較傾向就是說 我們可以在說明欄做一個加註 或者是這個條文的附帶訣例裡頭要求他 多久送出這個準則的修訂 好我覺得是這兩個方向 因為我支持這個內容 但是我只是覺得放到法律裡頭 因為法律裡頭第二項已經是有準則的這個要求了 我還是要表達一下我的立場 好來柯委員 好 採購法什麼時候立的 1998 527通過 一年以後實施 換句話說 在國民黨執政時期開始 經過五次的修正 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被討論過 既然今天哪出來討論就要嚴肅來面對 當然 我剛才也講說 我們很多法都是有些專家什麼 這個比例的問題 是不是其他的東西也這樣鬼混 我就不知道 那這個事情是牽涉到利益的問題 利益的問題 既然被討論出來 那 我剛才說死於什麼時候 誰去開始去搞這個東西也可以 當然 這個政府是延續的 後來 前面就這樣的 這樣也可以 但是我們這個東西 第一個 我當時我都所談的 就是立法的提供給人的空間 也不是說我們今天要把它放過去 沒有這個味道 也不是說 今天我也不去查 都是說 誰開始始作勇者 吳主委 吳主委剛剛談的 也不是說 你們惡意要找這個空間出來 什麼時候開始 沒有關係 既然不就了 我們現在從來好就好 要不要嚇 黃國昌說 沒關係 要不要嚇死 大家要怎樣 要嚇死 嚇死 今天 這個 他既然說 沒有彈的空間 表決說 各黨去提法案 提 你修正案 我也贊成 好 來 四位 我這裡提出一個建議 就是 因為 第一項的部分 請工程會 好的思考 就是說 第一項裡面 再倒數第四行 然後齊名單 有主管機關會同 教育部頓點 考險部 及其他相關機關建立之 這裡是不是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齊名單應有主管機關 建立之 建立不是建立 你授錢更大 因為他就本來 工程會本來就是 採購法的主管機關 所以 這個名單應該有主管機關 應有主管機關 建立之 也不用匯同 教育部 因為教育部報進來 你又不得不接受 考險部交進來 你又不得不接受 或其他機關 就是你可以去邀請 其他的相關專業 專家團體 或者是學校等等 你去建立這個名單 你就是應要建立這個名單 給採購機關去用 那你這樣就是 整個潛力就在你這邊 就沒有這個所謂的 他要找機關的人員來嘛 那你才可以扣到 後面第二項 他定出的那個組織檢得局 審議規則之類這樣子 好 還有沒有 好來 黃偉 我查了一下齁 我們上次 在委員會處理這個條文的討論 是2018年5月10號 現行法就已經有授權的 所謂的組織準則 最近一次修正 在2018年的8月8號 那也就是委員會討論 問題也提出來啦 8月你們修的時候 一樣沒有動啊 這個 這個就是我擔心的事啊 2018年8月8號的時候 採購評選委員會 組織準則修啦 你們當初就已經知道問題了 你也有機會修 你還是不修 然後今天告訴大家 法律不要動 相信我們 我們未來會修 對不起 我沒有被說服 這個 其實 如果說 準則的效力 等同於我們法律定資的效力 那放在法律上 又有什麼不可 你了解我的意思 因為大家對公共工程委員會 在未來訂定準則有疑慮嘛 有疑慮嘛 因為過去那麼長的時間 所訂出的準則 並不符合社會的期待 有一些問題產生嘛 所以 現在就 強制 立法 就是要遵守嘛 那這個 既然 公共程委員會認為 準則我們 未來就是會定啦 就是一定要定啦 那 跟在法律上 把它定清楚 這個 有沒有什麼困難 矛盾 還是你們 覺得有自愛難行的 第一個 跟院長 主席跟各位委員報告 我回應剛剛黃委員的這個指教 我們去年修這一個部分是針對於委員會 有討論建議說要把委員公開 對那個事情先做處理 第一個 第二個 對於現在在這一個今天的這個建議也好 那麼知情也有建議 在評審委員專家學者這一塊 事實上我個人 接了之後也發現一些問題 我有很多的看法 幾乎是用被動式的在建立這個名單 我們包括剛剛提到的有一些歷屬關係的 這些已經在檢討修正當中 我們應該會很快會提出來 特別跟院長報告 這個我不是在挑戰誰啦 你這個吳主委或許是勇於認識 但是 不可能你永遠會在公共工程委員會嘛 那一般的行政命令要修改很容易啦 立法院如果把它訂得更清楚 那未來要再修法 總是要經和勤社會的一個檢驗啦 就是因為過去大家對於公共工程委員會 在評審委員這一塊 大家都有一些質疑嘛 公共工程委員會也沒有特別 正對這一塊有所改進啊 就是去年大家都提到 也沒有進行相關的處理 所以才被質疑嘛 所以才有說 那就強制立法 就是講得清楚 而不是授權 授權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 進行準則的一個修訂 我現在要去問的就是說 如果入法 你覺得你最自愛然行的困擾的地方是什麼啦 如果沒有你就大方的接受啊 你訂就訂啊 反正我就依法辦事嘛 但是你要講 如果 不用法律用準則 用法律的 請示在什麼地方 你要講嘛 不然大家 社會大眾會覺得 定在法律就比較明確啊 為什麼老是要用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又是可以改來改去 隨時都可以修正 你這個要講出來啊 在這邊再度 其實剛剛我已經有講過 今天這個 它的關係 歷屬關係 有沒有這個影響關係 上下跟這個 橫向關係 必須要做比較明確的 界定 光這樣一句話 現在恐怕 各個不同的機關之間 會有很多的認定的問題 那這樣子啦 我建議這一條還是保留啦 保留啦 那 這個 公共工程委員會 把相關會 關聯的部分 提供給委員做參考啦 屆時 如果是熱熱等 關係 熱熱等 那就用準則啦 如果能夠很簡單 那就切出來 那就入法啦 這樣好不好 但是你們最清楚問題出在哪裡啦 所以我們這一條就保留啦 各黨團就想一下啦 好不好 找行政法 各位研究一下 相關的法律 象徵法律 有多少 怎麼樣 要弄清楚 好不好 對啦 就是這樣子 你們自己擔嘛 好來 江委員 我建議一下 不曉得可不可行 因為 國參委員是認為 這個要整個 洗在法條裡面比較清楚 然後可能就是說 也讓你們在訂定相關的細則的時候 很清楚 法律的原則跟精神是這樣 而只是寫在法條裡面 而不是心中的一把尺在定這個細則的時候 把這把尺放在心中 這個還是有一點差別啦 所以我是覺得如果說 這樣子的內容 是你們在操作 實務操作上面 就已經用這樣的想法跟準則 在判斷了 那接下來就是法律文字 怎麼樣 斟酌到 恰到好處 那法律文字當然不可能漏漏等 那如果 以這樣子的精神 但是後面可能補上 就是相關辦法由主管機關令定制 也就是說 把這樣的精神寫清楚寫在這裡 但是相關的辦法 你就是主管機關去令定它 我是覺得 建議啦 給大家參考 這個精神方向大概都一致啦 因為我聽主委剛才的陳述 是覺得 黃國昌委員 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 可能只是單向的指揮監督關係 不足以涵蓋還有其他的橫向 所以你們在準則會比這個還更精密的把它規範得更清楚 我說這樣對不對 那如果你 能夠把 你想到公共成員會 已經 從 19多少年開始啊 1998到今幾年了 1998 政府換了好幾個字 99年開始 二十年了 九前五月二十七開始 二十年問題 今天就這五次啊 我還沒有討論過 正對這一條問題會出在哪裡 大概你們都很清楚啦 好啊 曉公吳主委是一個 對公共工程非常有研究 而且很執著的人 趁你在公共組員會這一段時間 把這一步法修好了 如果能夠立法 我們就以立法的方式 也會算是留下一個好名啦 如果真的立法不符合立法的那一種旨意啦 還是說立法的程序啦 就沒有人這樣寫的 或許授權用準則會筆把它 就是很冗長的寫在立法上面喔 能不能就是剛才江偉你提到嘛 幾個基本的精神寫出來 但細準則就由你們授權你們 也可以是一個方向就是 剛才這個還有哪一些精神 是應該把它納入的 那我們這一條就保留 請公共工程委員會拿回去 針對剛才委員的發言 也好好做一個 再修正動議的一個處理啦 提供給各黨團來做參考啦 好不好這樣好不好 那也請各黨團你們也想一下啦 其實明確化也有它的好處啦 行政命令有時候三兩天就要了啦 有剛才三天的發言我們都不要注意啦 坦白說啦 所以以期要好好修 而且大家的方向看法都一致 那就把它修得周全一點啦 所以94條我們還是先保留啦 好不好 來 那再來是96條 大家看96條 96條是在35月 96條基本上 公共工工程委員會是建議 照審查會審查結果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訂 大家有沒有意見 好沒有意見喔 我們96條就照公共工程委員會的建議 依照審查會的審查結果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訂啦 好那我們就通過喔 來 101條 101條 公共工工程委員是建議 公共工工程委員會再修正條文通過 那我們翻開第36項 來隔夜的第36項 第36項 喔怎麼這麼長啊 101條 然後 101條 這個 時代力量黨團 也提出一個修正 再修正動議喔 不過他的再修正動議 欸 我不曉得 跟審查 跟那個 公共工程委員會 再提出的 建議條文 到底 不 跟 跟那個公共工程委員會的再修正動議呢 齁 這個主委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針對 本來這個審查會 是有修正通過 那你們提出 啊 協商結果的再修正動議嗎 有嗎 有吧 一百 現在是講 101條 101條 第36項 到101了 好 那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來 好來 處長 謝謝院長 那跟各位委員報告 那工程會這次在提出來的再修正條文 我先首先說說明他修正的地方 是在第一項的第四款 增加 增加故意 呃 這兩個字 嘿 那這個 呃 也是參著 呃 呃 有委員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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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就是第16款 呃 第16款 呃 我建議 呃 就是照協商通過的條文 齁 不增加那個還起訴處分 齁 那主要的理由是 呃 那一般還起訴的呃 呃 處分是比較屬於違罪啦 齁 那 這個 呃 以現在第6款是 一審有罪判決 所以如果今天是經過檢察官提起公訴 呃 起訴之後 他是還需要經過法院一審判決 有罪 才會適用這樣的一個庭權規定 但是我們又同時把還起訴處分 也並列的話 是不是會造成一個不公平齁 齁 那這個也提請各位委員可以來斟酌考量 嘿 那另外就是實務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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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商犯罪的事实来认定是不是有该当采购法101条第一项各款的情形 譬如说厂商可能在这个还起诉处分书上面 这个检察官有记载他有借用他的名义 或者是这个容许他人借用他的名义去投标 这样的情形其实已经构成了现行的101条第一项第二款的情形 而应该予以停权 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些还起诉处分的案子的话 事实上他还是有经过101条的这样停权处分的案例 这种情形也蛮多的 那另外就是针对第一项第16款 是不是要增列违反劳机法、治安法、性别工作平等法作为停权的事由 那我们也建议是不是不予增定 那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各个法律的立法目的 都不同啦 如果也把违反劳机法、治安法、还有性别工作平等法都纳入停权的规定 那这个范围会不会过广 那基于各个法律都有它的相关的裁罚的机制了 那而且这个厂商违反法令的情形也未必会适合停权处分啦 那另外就是说采购制度本身其实也另有处罚的机制 那以我们工程会现在定的相关的采购契纪计划本来说 譬如说劳务采购契纪计划本有提到如果违反劳机法、性别工作平等法等劳动法规的时候 那机关是应该做相关的处置 包括可能暂停给付嫁金的或者是处以惩罚性的违约金 那当然也要通知这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去采除 那另外如果它情节重大的时候机关是可以终止或解除契约 那一旦有终止解除契约 因为是可规则于厂商的事由至终止解除契约 也符合现行采购法101条可以停权的规定了 那发生职安也是一样 如果因为公安因为厂商的这个设施不良造成公安事故的话 那也经过这个劳动检查机构来停这个停工 那机关认定是属于查验或验收不合格 情节重大也构成了现行采购法 这个应该停权的规定了 这是现行还没有修法前的相关的机制 那再来我们也顾虑到就是说 这个任何违反法令的厂商如果都予以停权处分的话 那有可能这个厂商当然没有办法正常营运 那对于这个受雇的劳工 是也不见得有利 这是另外一层的考量 那这个是第一项停权室游的部分 我们建议就是第六款跟第十六款能够照这个协商 12月27号协商通过的条文 那以上说明 好来请黄委员 首先先从第十六款开始说明 十六款我们有修正 但不是我们家的 不是我们家的 工程会你在进行这个条文做说明的时候 你可以表达你的态度 但是我可能历程要讲清楚 我为什么说不是我们家的 当初委员会审查通过的条文 委员会审查通过的条文 是 因安全卫生设备或管理 未符合治安卫生法令自身重大 损害情节重大 这是委员会审查通过的条文啊 那奇怪了 怎么突然不晓得在哪一次协商的时候 把他拿掉了 为什么把他拿掉 那你们当初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 增加这十六款 你们不是也同意吗 那有一次协商的时候把他拿掉 然后你们现在把他讲成是 现在才要新加上去 恐怕不是这个样子吧 第二个部分 第六款为什么要加还起诉处分 刚刚工程会说 还起诉都是针对违罪 那麻烦工程会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刑事诉讼法 授权可以做还起诉的 范围很宽广 只要不是罪金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都可以做 那等于是你们的87条到92条 绝大多数都涵盖在可以还起诉的范围内 什么是还起诉 是犯罪事实已经确认了 我就是有这样子违法的状态 可能是因为他认罪 可能是还起诉里面他有附加其他的负担 所以给他还起诉 但是犯罪事实本身是被确立了 你如果问我说 第一审被判有罪宣告缓刑 跟他被还起诉 在刑事上面的效果 几乎是没有宣制 他有罪的犯罪事实被确认 他的罪子也是一样 在刑法的脉络里面 只有说我们要不要剥夺他的自由 要不要让他到监牢里面去剥夺他的自由 那个是从行为人的角度去看 从刑法的观点去予以评价 但是在政府采购法里面 我们之所以在101条 针对这件事情要去处分厂商 那是着眼于他的犯罪事实 不是着眼于他个人的行为人责任 从刑法的观点 应不应该要予以处罚 那如果真的按照你们的条文 这样子过的话 你反而创造了一个什么 你反而创造了一个法律漏洞啊 他在检察官侦查了阶段 拼到还起诉 那明明就是有犯罪的事实啊 那你们刚刚讲不要增加 反而透过非常迂迴绕道的曲径 我为什么说非常迂迴绕道的曲径 你说有认定的那个犯罪事实以后 我再从那个犯罪事实去看 有没有其他款可以去含涉他 刚刚您是这样说的嘛 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搞得那么复杂呢 他还起诉没有错啊 我评价上面我不用把它关起来 但是无碍于他犯罪事实是成立 那犯罪事实就已经成立 成立就成立了 那就直接该当就好了 你还要再从他的犯罪事实里面 只是造成机关他自己在举证上面的困难啊 机关他要去论证说他是故意 那问题是当我们认定出来了就是 你要来投标那些文件 那你就要确保那个文件的真实 那个是厂商第一线就应该负的责任啊 你要把东西拿来啊 你要把东西拿来啊 你要确保你交来的东西是对的啊 结果今天将你 当你拿来的东西夹带 有虚伪不实的文件 然后要刻意你在采购法上的法律效果 我行政机关还要先越过一道障碍 那道障碍是我还要证明你有故意 这道理何在啊 我再讲更具体的 之前台电 我所揭露高雄大零电厂 那些防暴设备 拿假的工研院证书 拿假的工研院证书去 后来被抓到 拿假的防暴工研院合格证明书去 自公共安全于不顾 结果那厂商怎么讲 结果厂商说是误会 是疏失啊 我根本听不下去啊 什么误会什么疏失 连工研院的证书都敢伪造 那我现在要刻意他采购法上不利的效果 我行政机关还负有那个责任 我还要去证明说你是故意 不是疏失 有需要在采购上面 帮我们自己行政机关加这么重的责任 然后去宽带那些提出虚伪不实文件的厂商吗 我以上啊就第一项各款的情况 大概说明一下实在力量党团的立场 好来请司委员 那个有关于那个第一项 第四款的部分 这里面有重大跟清洁的问题 你刚刚黄委员提到的部分 是在投标阶段 就是虚伪不实的文件投标 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部分 但是如果在理业的阶段里面 常常厂商是受到不公平的大意 比如说现在的电脑 它很迅速 所以很多的文件是用电脑 比如我给力一个工地的日报表 工地的日报表它可能 因为可会延续昨天的然后来改 那改的过程里面 它可能有一些东西没有修改到就丢出来了 那这种是属于很轻微的事情 因为它是一个日报表在理业阶段的 那有的业主为了找这一个厂商的麻烦 他就是会用这一条 所以这个部分变成说 为什么后面会加一个 情节重大的部分在 所以这个第四款里面 它有轻重的问题 那我再谈一下第六款的部分 第六款的部分本来是 经一审判决有罪 那如果你把还起诉这个部分 提出来的时候 那这个厂商它不会认罪 因为我还起诉我也要被停前嘛 所以很简单 我就打一直打 打到我无罪为止嘛 所以它对于 对于那个认罪协商的部分 或者是认罪要获得还起诉的部分会降低 那从那个地方检察署提供的资料里面 就是办理违反采购法案件的侦查结果 在107年里面 它这个还起诉的比例高达快40%39.6% 所以这个部分是相当高的一个比例 所以放入这个还起诉的部分是不是适宜 如果如果是厂商认罪它还起诉它还要被停前的时候 那整个公司是被影响到的 所以它绝对不会去做认罪 一定要打到无罪 那另外再下来第16款的部分 本席认为 如果加入职业安全法 这是不宜的 关心劳工 它的职业环境里面的安全 这是必要的 这是一个雇主它所必须要去做的部分 但是因为台湾的营造业 它工程的规模相当大 也很多的优良的营造厂里面 它承包的工程是相当多的 那如果发生一个职业灾害 因为职业安全卫生法的关系 那这职业灾害重大职灾的部分 它必须要面临到民法的求财偿的部分 而要面临刑法的部分 可能有让人致死 就是致死的部分 所谓刑法的部分 那另外职灾的部分 又要被职业安全法 又要被停工 那停工要停工很长的一段时间 它来復工 那如果你又再用采购法去停钱它 那这更严重 是一罪事法 民法刑法 职业安全法 还有采购法的部分 那这样 它会面临到这个公司被打击到 那另外 这个公司后面 它所有的家庭的生计 会被影响 这层面是相当大的 所以这一部分要入法必须要很详细的考虑 这是在当时在协商的时候 在107年12月27号的时候 为什么会把这个第16款的部分把它取消掉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好 还有柯委员 来 这个委员会审查 然后经过委员会协商 当然这一部分都没有人去签字 甚至委员会协商说国民党也没有来 5 那方委员曾经出现过就是 6 讲了一下他的左就是强调他们的提案人的部分 那这是事实 那委员会审查的时候当然 有这个所谓的职业安全的部分 但实际上提出来是增加性贫及牢基法 我想性贫牢基法 这个不一样 那今天我们不管委员会审查或是 那个没有经过协商 委员会超协商 今天我们重新来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第一个 第四款那个故意 谁放的 那个是不应该放的 故意是这样造成的我不知道 那我松市开在跟 我们一两个礼拜前 对于这个法的几样审查 跟公文委员会也稍微做一个谈 一点的交换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故意 今天怎么会跑出一个故意出来 这故意这个东西 谁一看都是伟通的啦 公辈的 那个故意 只要不是故意的 这个要怎么认定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今天我们就是说 今天除了很多版本一直出现 在过去我跟公文委员交谈意见的时候 并没有讨论大德 当然你把所有的版本所有都放进去 这个我们 我们也无所谓 那几条几条才讲啦 第一个故意 当然我一看看到情学中大 我也觉得怪怪的 原来没有情学中大 花一家情学中大 原版本没有嘛 那斯一峰刚才也挺谈到一个实务上的问题 说有这个 这个日报表算不算情学中大 那个就没有完全没有解套空间 所以有加一个情学中大 这实务上我想能够给予的也不止这个啦 今天大家好好讨论一下 我们立这个法 今天没有什么谁要攀附谁 谁要对立法空白授钱等等 都没有这个问题 今天要很理性的面对这些问题啦 因为这影响了很多厂商 实务上也很多啦 那我们再来讲就是说 要不要交信贫 我这个东西影响很大 你要厂商就要 所谓信贫是什么 要三分之一的你信 我来个表里的空气 我找我要信贫 我这种公司要信贫 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 这个是加上去的 相关的法定 劳基法也有相关的规定 那质案的部分是在委员会里面 有被加进去没有错 那也是委员个人提案 所以全部 正好说 没有谁是 是哪一段 是曾经什么哪一段的 这是要好好来面对 这是我的看法 我看 来 来那个 中委员 好谢谢 我想针对101条里面 我个人也有跟相关的委员 特别提了一个案 其实最主要就是为了 避免参与政府采购法的厂商 利用违法的手段 降低劳动的成本 低价奖标 造成企业不公平的一个竞争 最主要的着眼点在于让厂商有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特别特别引用 引用最近两年足以影响公司 业务财务正常营运的劳资争意或有违反劳动法令重大情节 尚未改善者 不是说他违反 我们就不得让他 而是他尚未改善 而且是依据证交所的第九条的 包括我们现在建教班的一个建教生的一个权益的一个保障 第六条的相关的去规定 只是把这些的厂商能够透过自我检视 自我检讨改正到错误的机会 我们才会有遵设这一个款 让这些的厂商能够透过 今天的一个采购法的一个修正 我提出来不是针对说 他一定是违反劳动法令 他就应该遭受什么 他是违反 但是他已经改善 但是他没有改善 那么可能我们在相关的采购的时候 就应该认为 认为重大情节已经违反 就不改善 情况之下 我们给予法 也是要让其他的厂商有公平的竞争的机会 不然同样一个厂商 他违反相关的劳动法令 但是他还是可以同样参与采购 那么我遵守法令的公平性何在 所以我昨天是在于厂商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公平性 另外也掺着了我们政交所的一个有价证件上司一个审查的一个准则 包括我们所谓的建交 建交生的一个权益的一个保障的一个权益的一个相关条例的规判 所以我特别去给予针犯针定这个 而不是说他只要违反 他就必须接受 待会会谈到的103条的一个相关的惩处 以上要做说明 另外一个对于治安法 遇反治安法为什么没有加纳禁 原来的委员会审查的时候已经通过 当然刚刚司委也特别提到 因为治安法可能涉到民物法 可能受到刑法 可能受到职业安全卫生法 相关的法令的一个停工的问题 但是停工或者相关的一个违反 跟现在我们在讨论的采购法 当时认定所谓的职业安全卫生 重大情节是一定要发生死亡 或者三人以上的重伤 才叫做情节重大 那自射到这个情节重大的时候 这些的厂商是不是有做相对的一个改善 或者说他在职业安全卫生法 被勒令停工之后 他已经改善了提供相关的改善的时候 劳卷所或相关的检查器官 本来就是要预计他的改善的目标 目标非常清楚的就给予复工 在停工之后就会给予复工 复工就没有所谓 不会牵扯到他会不会 有这个机会去参与采购法的一个投标 那我在这边做个说明 谢谢 请方委 第四款的部分 我想故意把它拿掉 应该是大家有共识 第二个部分我再说明一下 为什么在第六款要把缓起诉放进去 他要认罪不要认罪 那个是从行为人的观点 他自己要认罪不要认罪 去争取缓起诉 争取缓刑的处分 在刑事诉讼程序上面 他有各式各样的计算 他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诱因结构的计算 认罪 可能可以减除机刑 可能轻一点拼缓起诉 拼缓刑 在刑事诉讼程序上面 要不要去剥夺那一个人的自由 那个有刑法跟刑事诉讼 他们规范的考虑 回到政府采购法的脉络 在这里 最主要的着眼点是 他的犯罪事实已经被建立了 当他的犯罪事实已经被建立的时候 你说 因为他争取到了缓起诉 所以不要发动 这边101条 这个跟政府采购法 自己本身的规范意志 根本没有关系啊 那你说按照去年 有百分之三十几 还是四十几是缓起诉 我正是因为看到那个数字 我再说一次 现在的缓起诉 他的设程范围已经蛮大的了 不是说什么违罪缓起诉 你只要不是超级重的罪 事实上全部都有拼缓起诉的机会 那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他缓起诉了 他主要的考虑是说 他不用剥夺你的自由 但是对于他犯罪行为 犯罪事实之本身 那个还是被建立了 那要不然你要怎么样去论证说 我一审 如果是被判缓刑 然后就有101条 如果是缓起诉 就没有 这个在逻辑上面 根本没有办法自圓其说 跟整个规范上面的目的 也没有办法相弃合 然后针对第16款的部分 不管是在委员会通过的版本 还是在我们现在提出的再修正动议 其实不是说你好像一违反了相关的法令 就要处理 都有情节重大 都有情节重大 后面有限制那样子的状况在 我基本上是蛮认同 就是中共招委员 刚刚所讲的 你不管是从 劳工 劳动权益之保障 或者是 安全会增环境之建立 如果说 一个对劳工权益 保障很差的 或者是说 基本上面 职安的环境 根本就没有做好的 我们的政府 然后还不断地把标案 让这样子的厂商做 那个伤害的 不是只有劳工的权益 那个伤害的也不是只有 现场工作工人他们的健康 那个伤害的是 整个政府机关的形象 那特别是 你如果考虑到 跟其他厂商彼此之间 公平竞争的问题 那这个厂商 他不断地违法 然后他不断地 透过违法的方式 去压低他所谓的成本 然后取得竞争的优势 那这也是构成 另外一种不公平的竞争 那因此第16款 我们认为文字上面 可能可以再调整 看是要用情节重大 当作把关的机制 还是要说 过去的一段时间 两年也好 三年也好 他一而再 再而三的去违反相关的法令 那当作一个控制的机制 那这个我们认为 都可以在开放讨论 好来 司委员 再次委员 那个台湾的营造业 已经很难走到国际去了 那如果再以 还起诉 去做停前 这是一个伤害非常大 我举一个实例很简单 就是说 台湾在工作 比如说 我讲一个模板支撑 那这个营造厂 找专业的模板支撑来施工 那在施工的过程里面 它因为模板支撑垮下来 而造成重大执灾 那这个时候 虽然在判刑的实务上里面 它会刻意这一个 模板专业承商 重大的这一个行者 但是对于上包 就是所谓的营造厂来讲 这些工程师 或者是工地主任 被判缓刑的机会 相当相当的高 这是在实务上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对设计的 对监造的 对这些工地上执行的 这些工程人员 从以前的案例里面 很多都是这样子 只要执灾 虽然下包会被刻意 比较重的行者 但是对上包来讲 他那些工程师 或者是工地主任 甚至技师 或者是公司的 经理局的那些 或者总经理等等 被刻意 缓刑的激劣相当高 所以这样子的打击变相当 影响相当的大 所以缓刑这一个部分 确实要很慎重的去考量 第一次发言 101条第四款 那个故意两个字 我是觉得莫名其妙 这个可以不需要 那再来是在第六款的部分 因为是87条 调主12条的犯这些罪 其实样态非常多 非常多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当中 我想法律当然是一个 逞凶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严惩不法很好的工具 但是落在每一个产业面向的时候 有这个产业面向 实际现场 可能会发生的很多 非这个厂商本身造成的这些 其实像公安问题 有的时候我们在产业的现场 其实也会印象深刻 如果是一个大地震 我举例 那其实有些是不可可预 这个 你知道吗 这个现场的工程人员 他不是刻意去设计不好的 职业安全防护的这个机制 有些东西是很难以去预防的 但是如果全部 87条到92条 其实范围非常多 所以在第六款的部分 一审有罪判决是原来的条文 那如果要再加上 还起诉处分的部分 我觉得那等一下还是听一下 法务部这边的意见是什么 我担心就是说 会过严去做处理 那在第16款的部分 我想在委员会讨论过 很多次 其实主要的利论来自于 我们认为现在的牢基法 或者是职安法 或者是性贫法本身 对于违反这些事项的 公司机关购 都有相关的法则 所以要把原本就有 在法律秩序里头 有相当法则的 再拉到采购法 因为这些厂商是来承 承揽政府 公共工程业务 所以他就必须再有多一个 我觉得这个 我也想听听我们 法务部的同仁的意见 见解的看法 当初在委员会 跟在协商的时候 就一直在认定 已经有原本的财阀 在原本的法里头去处理的 就不应当在101 再来处理 所以我要回归一下 当初我们多次讨论的一个 一个结论 那我希望我的质疑 可以由我们法务部的人员 来跟我们说明 来 请欢委员讲完 再请法务部回应 这里面呢 所涉及刑罚的太阳 是87条到92条 刚刚司委员所在讲 那个模板工人的例子 其实我完全不了解 到底是落在第几条 87条是 意图使厂商不为投标 违反其意愿投标犯罪 然后意图影响绝标价格 然后意图影响采购结果 借用他的名义或证件投标 这个跟模板工地出现什么样的事故 没有什么关系 88条是意图为私人不法之利益 对技术 为非法令之限制或审查 也没有关系 那第89条 是意图为私人不法之利益 泄漏或交付因秘密的事项 这也没有关系 第90条 那第二个是 大家都在讲说 会不可规则于那个厂商 不可规则于那个厂商 他们就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后面所有刑法的设计 都是以故意犯 为规范之对象 不用到不可规则 其实他是不小心 都不会到故意犯 这里在规范的全部都是故意犯 甚至是故意犯里面阶层最高的意图犯 他主观之犯罪之意图 都已经成为构成要件 如果说他是什么 不可规则 然后不小心 然后刚刚讲的各式各样 我听起来好像贤可敏述什么的知情状 都不会构成意图犯 既然不会构成意图犯的话 担心什么 现在在处理的就是针对 这些构成意图犯 是犯罪行为跟犯罪事实 那你说有给他什么 负数的法律效果 他负数的法律效果 也没有特别对他怎么样 就把这个事实 就蹬在政府采货公报里面 让大家知道 然后限制他接下来 可能按照不同款的事项 然后继续参与政府公共工程 之采购一定的时间 就是如此啊 好来请司委委员 那个工程会是不是解释一下 就是有关于那个 就是87条跟92条的部闻 比如说92条因执行 约维犯罪之类的 就是说在整个重大职灾了以后 那这一些 这一些上游的城商 受到那个判刑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那个缓刑的时候 他的执行 是回到 那个87条跟92条这之间的部分 未来 是针对那个维标绑标太阳的这个采购案件 厂商有这些 他的那个行为嘛 那92条是针对这个厂商的代表人 还有代理人 从护人员等等 有犯前面讲的这些之罪 然后 这个依这个规定 处罚行为人以外 又另外对这个厂商 去科与 罚金 那就 停权的这个刚刚提到 六款进一审有罪判决 基本上 只要是这个厂商的代表人 代理人 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 有因为 87条到91条被判 一审有罪的话 这个厂商其实就会构成 采购法101条 应该被处分的 那刚刚委员 市委员提到的那个 发生那个公安事故的那个事由 那我们 针对这个公安事故 要处罚的这个 也是跟机关 直接有签约关系的那个厂商 他因为 公安设施不良 造成有公安事故的发生 然后也被 劳工 这个检查机关 勒令停工 等等的情节 我们是对这个 跟机关直接签约的 得标厂商 来加以停权 那 刚刚也提到 这个厂商有可能 他还会有分包商嘛 那个分包商就不是在我们这边 停权的范围 那 自文包商 我讲的是因为 它是 上包裡面 下来的分包商去执行的结果 但是在 整个 法院的过程里面 这个大包 他的工程师 或者是 他的工地主任等等相关的部分 会被 会被 那个处于 还新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在实务上 常常发生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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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刚刚就在讲嘛 就是什么上包下包 什么 还起诉 我就在讲 到底是第几条 跟什么公安 就完全不是在规范这种 行为太一样啊 所以公共工程委员会 是不是在讲得更清楚一点 就 板模的 然后公安事故的 还起诉的 因为我那个法条 前前后后看来看去 我就不知道 到底会寒色到 第几条啊 那如果不是寒色到 这些条文 是按照其他刑法的条文 来处理的话 那根本就不在这里的 讨论范围之内啊 这个 司委员是怕说 好 我大包 承包之后 我 交给 分包给小包 他小包 他因为 疏忽 发生问题之后 变成大包 也一起要承担 小包的责任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会发生啊 好来 就实际上常常发生这个事情 就比如说 在上一次 工程会提到的那些 地外林等等 他就是因为 有一个工程师嘛 那这个工程师里面 在办理这一个 合约执行的时候 比如说 压密度试验 那压密度试验本来要分成 十成 一成就是三十公分 这样 要十次 结果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执行了九次 九次了以后 有一次没有执行 然后他就去 勤款了 那这个是一个监造的工程师 最后他也认罪 他也是 缓刑 但是因为 这个事情以后造成 这一把大的公司里面 他必须要被挺权 就是因为 公司被挺权 公司必须要面临被挺权 这是依据哪一条嘛 好 报告院长哦 跟各位委员哦 那刚刚 呃 委员提到的例子哦 我猜想可能是涉及到采购法八十八条 譬如说 监造人员 意图为司法 私人不法之利益 对于相关的 规定啊 规格啊 为违反法令的 审查 好 有可能是在 他履约过程当中 没有注意到 呃 契约所约定的事项 而做违法的审查 那基本上 分包厂商的行为 当然也是要由主包厂商 来付完全的 所以有吗 是在第八十九条嘛 如果是刚刚那个 违法审查 哦 是八十八条 哦 八十八条嘛 所以还是有 就是说你 小包花出去 啊 他有输 变大包也要一起负责任 是在八十八条 的样态里面 来那个司法院要不要说明一下 还是我熬布 熬布 熬布来 那个还起诉哦 到底 会不会对这个 采购哦 影响的层面 会有多大 是 还是不会 是 跟院长 跟各位委员报告哦 那个一百零一条 的确是一个高难度的条文哦 因为它涉及到政府采购秩序的维持 还有厂商利益的恒评哦 那有关于那个第六款还起诉处分这个 这个条文呢 要不要纳进来哦 呃 刚刚司委委员所提到的是 107年的百分比哦 那我这里手上有的是 那我这里手上有的是98年到107年 近10年来的百分比哦 平均呢 受还起诉处分的是35.81 百分比是35.81 那起诉的话是34.84哦 那相差一点点了 那基本上从呃 司法实务上来看哦 的确是受还起诉处分 他的情节相对于受 检察官提起公诉的话是相对于情节是轻微的 好相对情节轻微的 那这个这个这个一个议题哦 其实有涉及到一个政策评估的问题啦 好 如果是行政院查案的版本 行政院一定要透过很精密的政策评估说 这样的一个庭权新增的室友哦 对于厂商的权益影响有多大 然后对于整个采购的机制的建立的必要性如何 其实政府机关都要做详细的政策影响评估啊 好 那刚刚陈如黄委员所讲的 还起诉处分哦 他对于行为人而言他只是先经过认罪 他经过认罪以后那检察官同意以后 然后给他还起诉处分 这对于行为人来讲是在刑事责任的问题 那在采购政策这一端来看的话 是要去认定说受过还起诉处分的人 有没有停权的必要 那这是另一个政策考量的问题 那刚刚陈如黄委员他认为是有必要 那也许公共工程委员会认为是没有必要 那其实这个以法务部的立场来看 的确会产生一些效应的问题 就是说现行厂商他可能会透过经由认罪的方式来争取还起诉处分 那今天如果这个条文通过以后 那厂商他们可能也许就会去拼刚委员所讲的拼无罪 去拼无罪他就不会去先经过认罪的程序来获取还起诉处分 这可能就是一个效应的问题 这会是一个效应的问题 那这一部分呢 法务部会尊重公共工程委员会的这关采购政策的评估 以上的说明 谢谢 好 来 周成为您刚才有几手 一直没讲话 好 谢谢院长 我在这里 先对我们这一条的这个第十六款 要表达一下亲民党的意见 因为这一条 如果在这一款里面增加这个保障劳工权益 这个部分 亲民党是主张同意的 因为这个劳工 其实他们要有更好的保障 现在有很多这个植栽的这个厂商 他们都是匿名不报的 那劳工在施工现场受了伤 他们的权益以及他们的生计 政府有责任 要给他一个保障 要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 所以亲民党团支持 在这十六款里面 这个保障劳工的权益 把它加进来 谢谢 好来 司委员 好 那我就派一个监工到里面去握敌 那握敌了以后 要做压密度试验我就故意做九层 那过九层了以后 这一个小监工 就会被判还行 那因为这一个监工就可以搞垮整个公司 这还行以后整个公司就被搞垮了嘛 所以这个层面是很大 这是实务上的问题 这是第六款 那第十六款呢 第十六款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它有很多的 它如果是在那个植栽的时候 它就会有民事的求偿 还有巡法的判决 那另外还有职安法的停工等等 一串的对这公司的整个不方便的地方 那如果你肆意再采购法再跟它停钱 整个公司的生计是受到影响的 所以这是一罪事法 又加了一个法令去罚它 这个我想这样子啦 各党团还是先保留啦 先保留 因为刚才黄委员国昌 也有特别提到十六条 他基本精神是这样子 那要怎么修正会更得宜 要兼顾承包商 就是未来采购的承包商 能够为国家的建设来推动 要兼顾怎么照顾劳工啦 我想这个最高的平衡点在哪里 以各位委员的聪明才智监队 能够想出一套办法 那他先保留啦 这个是一个立法政策的决策啦 突然跑出这个东西出来 因为和民性的问题也要顾虑啦 当然 你讲完 当然老婆讲的很有道理啦 虽然 反起事务反行 过去在哪个法上 有些法上是有应用到啦 但是呢 所谓的反起诉是三年以下 当然三年以上的不可以反起诉 那过去有一个案例就是 三年以上用反起诉 结果就重来 那个是很有名的 新租电影署起诉的一个案子 后来就在意了 那青年电子的问题 现在就说厂商一个小的措施 过失的话 是不是一定要把他用最极端的方式 把他推到最后 那刚才就是谈到 有关于这个反行上反起诉 个人的比例差不多 都三五八左右啦 这解决很多问题啦 那今天我们 就有一个认为立场上 因为大家在这里谈 因为后面主张要解对的 解对的严格 那 公共工程委员也会站在一个 实务商人立场上 那实务委员他本来 这是技术公卫理事长 他本来就是属很了解的部分 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观言就是说 没从事要就是不道德啦 这才不是都是派人啦 这个也不要这么观念啦 要一个这是一个 政策突然要解决的时候 当然公共政府 公民委员也不是在你原来设计范围内 这个答案一定要好好想 我不希望就是说 大家好像是在展现 我这个 连信品也要加进去 什么都要加进去 然后环节素 这个一定要 才要101条款 其实实际上环节素有很多 也是虽然韩节素 它也有用到101条款 因为101条款是很严重的 所以因为这厂商的存活 包括它这个比喻原则 你要没有坚固的话 你什么事 什么事 用101条款的话 这厂商几乎就 这个就 就已经可以说 就大楼啦 所以我的看法啦 大家要冷静想一想 那不是哪一个 这是政策选择的问题 而且突然这样冲击性 一定要做一个评估 好 那101条我们就先保留 不过第四款 那个故意两个字 大家是目标一样 那要拿掉啦 那 针对 第六款 跟第十六款 公共工程委员会 试着跟时代力量党团 各党团 都好好在做一些沟通 看怎么修正 能够达到这么一个精神 再沟通一下啦 好 那101条我们就占保留 现在到103条 103条 请各位翻到第48页 第四十八月 这是有联动的 有联动的保留 103跟101有联动吗 有啊 好 那我们这个就保留啦 那现在到 第104条之一 公共工程委员会是建议不以增定 那 各位的意见怎么样 第五十四月 慢慢来 第五十 最后一页 就是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 第104条之一 五十四页 就是 就是 就是委员 徐毅伦等十六人的提案 第104条之一 那 公共工程委员会 是建议哦 不以增定啦 反正我们有证定了吗 我们现在把委条款都入了 啊 啊 啊 谁听了两次 其他条文件就处理了 在十七条 十七条就已经处理了 蛤 怎么样 这个十七条有这里还要不要 那 那就不以增定啦 各位有没有意见 好那 第104条之一 就不以增定哦 那 针对政府 采购法 部分条文 党团协商哦 大家注意哦 我们 第十一条 第十一条之一 第十五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五条 第三十条 第四十七条 第五十条 第五十二条 第六十五条 第七十条之一 第七十六条 第九十三条 啊 啊 第一百零四条之一 都依照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建议 照审查会以及 党团的协商 啊 的 啊 结论来办理 那另外我们保留第三十一条 第四十八条 第四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第九十四条 第九十六条 第一百零一条 一百零三条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条 保留 啊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六没有保留 我看 九十六过了 九十六过了哦 对不起 九十六也过了哦 所以我们保留七条啦 第三十一 三十一 四十八 四十九 四十八没有保留 四十八没有保留 不正定啦 第四十八 有啦 第四十八保留 第四十八保留 不处理啦 蛤 你們看一下 第四十八再十六月 我們就不处理啦 三加一加一加一 不是啊 要保留啊 那你們要整合啊 你們要整合 你們 你們黨團要整合 你們想好了不处理了 蛤 你們已經 已經同意了哦 整合好了 來 那我們重新回頭看一下四十八 第幾月 十六月 哦 來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一個一個來 因為剛才 就拜託你們整合 齁 整合好了 整合速度 效率很好 這個 嗯 欸 十六月 十六月 第四十 啊 四十八條 齁 第四十八條 我們 喔 第四十八條 這個 公共前衛是 維持圓條文是 維持圓條文是 公共工程建議是一委員 市議方委員等提案通過呢 沒有 沒有 第四十八條 現在就我們現在講為主啦 好 現在不一條就沒一個足力了 好 所以 第四十八條 維持圓條文 對 維持圓條文 確定啦 各黨團沒有意見啦 沒有 好 第四十八條維持圓條文 四十九條也一樣 維持圓條文 就是三家以上就保留 對不對啦 對 好 那 四十九條 也維持圓條文 大家沒有意見喔 沒有意見 好 那 我再重新 呃 宣讀一遍喔 呃 第三十一條 保留 第 五十九條保留 第九十四條保留 第一百零一條保留 第一百零四 零三條保留 剛好保留 一二三四 五條 五條 一 喔 四八四九沒有了 對 那三十一 五條 五條 好 那下一次 我們 下一次 來 那個 下一次協商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麻煩 觀光工程委員會 對 順便說明一下 我就是說 因為為了要去處理政府採購這次修法的草案 把過去的一些例子爬梳出來了以後 對 我很驚訝的發現說 有廠商設備 然後 行會公務員 然後到 現在 都還在取得政府的標案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我更具體的講 我更具體的講 一樣 從 黃敬敏的案子下來 消防署的案子 一路上面下來 第一審 都判刑下來了 也認定了犯罪事實 結果到2018年 去年 還繼續在取得政府的標案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怎麼會縱容這一種 去腐敗我國整個立志 行會官員 亂七八糟的廠商 從黃敬敏的弊案爆發 一路到2018年 不斷的 持續的 在取得高額的政府標案 那因為這個會直接牽涉到 我們101條跟103條的處理 好 那是不是請公共工程委員會 可以回去瞭解一下 因為我相信公共工程委員會 在反貪腐的政策下 對於這種廠商 應該也是採取林隆仁的態度 好 好 那現在103條最後一項 這樣 好我來做一個裁決 那覺得一次和所有人版本一樣 所以黃敬敏 你發現的時候你自己看一看 沒關係 我們來做一個裁決 今天我們針對政府採購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各黨團都提出非常精闢的意見 在保留的部分 那公共工程委員會 還有華務部相關的部門 大概針對委員的意見 也都有聽到大家的發言 所以回去 針對這五條保留的條文 能否給予各黨團先做一些溝通 然後看委員的想法目標是哪一些方向 因為剛才有一個條文是大家的方向一致 只是要不要利用規定在法律上 還是用準則來處理 那這一方面就請公共程委員會 能夠來做一個討論 提出一些建議案 那我們謝謝 這個因為五點有一個 有一個臨時提案 我要來去主持院會 所以我們今天的協商就到這邊為止 下個禮拜 好來 吳智陽委員 主席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跟蹤騷擾擾法 到底什麼時候要協商 下 這個 我們現在 下個案子就是你的 我一直在跟蹤你 但我沒有騷擾你 吳智陽委員 下這個採購法 結束就是跟蹤騷擾法 照這個順序嘛 照順序 不會跳 不會跳 照順序 大概下禮拜就 有問題趕快溝通 好你們去溝通 不要跟蹤我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依照這個程序 不會跳 我們給大家的程序表 我們會照這個程序來 好我們現在就散會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我們再次休息一下 謝謝 我們再次休息一下 我們的靖音 我們再次休息一下 我們再次休息一下 為오� いうこと 大家登場 你們再休息一下 我們再次休息一下 我們每次休息一下 我們內衡 一天 可pu 二天 我們再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